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維尼時光 我是維尼 今天影片要來教大家如何製造 屬於自己的專屬的小場景喔 首先呢要教大家的是如何利用生活上的用品 首先呢是這個杯墊 它就可以像這個樣子擺 還有像這個樣子 這裡有兩塊杯墊 襯在底下就會有 就會比較襯出上面的有蛋的一個場景 再來呢是杯子 就是不一定要用馬克杯 或者是專門放杯圓的那種杯子 用這種像在喝下午茶的那種杯子 也有一番風味 再來呢是這個 就是吃蛋糕啊鐵拉米酥啊 木丁之類的 你去買的時候它都會有一個容器 就可以把它洗血流下來 也很適合放杯圓子喔 最後呢要介紹的是草皮 草皮的話呢 這一個草皮是扭蛋 是200日元的扭蛋 然後後面這一塊草皮呢 大概是A4大小的 是在台北秋山附近買的 然後呢大概是50元左右 另外呢在美術社 也有賣這種草皮 大概是50x50 但是大概要70元 它是屬於比較薄的這種的 這種比較薄的材質做的 然後呢草皮的話我會建議買 比較短毛 比較密的 拍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說就是拍照的時候呢 就是看得到底下黑色的 這個 比較不好看 再來要介紹的是大創買的 大創買的呢就是這個架子 它就可以像這樣子掛 掛吊飾 這裡也可以 這一排也可以掛吊飾 當然也可以掛杯圓子 然後底下這個平台呢 就可以是放桌上小物 另外呢這個也是 這一個架子呢 也是在大創買的 它的用法一樣是可以掛杯圓子 上面平台上面也可以放一些 生活小道具 然後呢倒過來呢也可以放 然後呢要介紹另外一間店 另外一間店是iColor iColor是49元 大創是39元 這個架子就是在iColor買的 它有還蠻多種不一樣的木箱 它有一種是 就是這邊是大的 然後上面三個小格 也有這種六個小格的 它也很適合放 杯圓 或者是生活小物 再來呢是這個桌子 這張桌子呢也是iColor買的 它就可以像我剛剛這樣擺 這一個塔塔米也是 它就可以像我剛剛這樣擺 它就可以像我剛剛這樣擺 就有一種 一種 另外一種場景出現 之後呢要介紹的是 在國外買的紀念品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是巴士 它其實是那個消遣筆跡 然後同樣它也可以掛成 掛杯圓子 就是還蠻可愛的 還有這一個 巴黎鐵塔也是 就是從國外買回來的紀念品 也可以當成布景裡面的一部分 最後呢是底下的這一塊布 這一塊布呢是 就是其實有好 就是你可以買各式各樣的布 在iColor啊或者是 或者是布裝都可以買得到這樣的布 可以依照你當天要拍攝的場景 或者是你想要佈置出來的場景 來做更換 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請點選右上角的推薦播放清單喔 與你分享一下 чтобы妳看看